挑战点为一局比赛拿下20个人头 是的是20个人头你们没有听错 这局的出装和名闻都会灵在视频最速 挑战如果不成功那我就安排地狱之眼 如果成功了只需要你们给我点个关注点个赞 在这里也谢谢大家 接下来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实战 打完蓝buff我们还没有四级 但是此时中路已经爆发团战 开着一季头我就往中路赶 走着走着四级了我马上开进了大招 开启二技能一斧子拿下流伤 接着对面的雕团还有一肚丢的血 我有点不甘心 跟着兵线进入防御塔 开启一技能穿过两座塔 二技能跺一脚一斧子又给雕团拿下 这也算是一个二连击破两个人头了 兄弟们对面雕团还漫漫咧咧的 接着我们直接来到对面白野 当我很快乐的清智野怪的时候 司马一赶到我赶紧一个二技能打出二百的攻击 流伤过来大招砍过去 一技能解除控制先把司马一带走 后面雕传来了我们赶紧跑 他的二技能有减速 接着我们开着一技能狂奔 此时我方的队友也已经赶到 旁边还有个河线我们开启二技能补血 此时对面的人员并没有放弃追我 都来到了河道我还有半管学 此时正是时候一个二技能回去 一技能圈伏瞬间我们又拿了一个二人击破 人头天上来 此时人头的数量已经来到了五个 各位观众老爷都看到这儿了 麻烦点个赞 最好连关注一起点了 谢谢 接着我们继续来到中午之园 此时我又看见了雕传 直接一个大招跳上去 一塔内二技能一斧子拿下一技能逃出塔外 这是第六个人头 雕蝉又在骂骂咧咧 接着我们又回到了下路 此时刘善正好被吸 我一个二技能一斧子又给他拿下 送上来的人棚 第七个 再次来到下路 一技能开启加速 围追堵截雕蝉 碰到他的一刹那 他就已经残血 一斧子我们又天下无双 这是第八个 接着又在对面的野区碰见司马仪 开着一技能 我们回头大招砍上去 二技能一斧子 送他坐飞机 150斤币 第九个 开着一技能从对面的野区出来 乌扇正在欺负我家的队友 冲进塔内一个二技能 两斧子175斤币 第十个 此时对面开始骂骂咧咧咧 对面人员的心态已经崩了 接着我们直接来到中午 开着一技能 双手冒着金光 我们乘胜回击 刘善跑了过来 先退一下 看到射手 大招直接砍他 二技能 一个一技能秒掉 丢缠回头 两个普通攻击 52斤币 不得钱了 接着我们回头追流扇 他举着双手过来 和二技能 然后被他击飞 没有关系 砍一刀 开启一技能 200斤币 三连决胜 此时我们的人头数量 已经来到了13个 还差7个 我们就要挑战成功了 接着我们收拾 对面打野的尊严 收拾光 刃剑扬剑 开启一技能 直接追他 大招砍上去 二技能 一个圈斧 直接搞定 第14个 又是这个地方 只不过主角换了 还有就是刘善过来救他了 直接大招砍上去 二技能 坐一脚 开启一技能 我被晕了 没有关系 月塔 一个二技能 180金币 送他回家 我们没了 但是已经15个头了 君子报仇 10年不晚 我们又看见了刘善 直接一个大招砍上去 开启一技能 给他两斧子 又是200金币 第16个 接着我们看见了刘善的身影 我们先不管他 先围追 堵截司马仪 一脚踹上去 一个普通攻击 接着大招直接砍下 刘善踹上去 一个普通攻击 搞定一技能 逃出塔外 第18个 三连决胜了 兄弟们 此时比赛刚刚进行到 8分钟55秒 太残暴了 此时 周路的防御塔已经爆了 我们开着一技能 直接走向敌人的高地 看见对面的人员 直接一个大招砍了上去 对面的人员开始几点 我一技能冲进塔内 此时 我就乱砍 对面的人员 一下子全都不见了 然后 回头 两刀 又拿下了 司马仪 到貂蝉这 三连决胜 到司马仪这 四连超凡 我们直接拿了一个 四连超凡 结束比赛 此时战地 22-1 挑战成功 比赛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下面公布一下 这群比赛 用了明文和冲框 仅供大家参考 别忘了 挑战成功 要点赞 点关注 好了 谢谢你的观看 期待你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